字幕提供 大家好 今天來到3分鐘認識卡加里 今天主要想講卡加里有幾間大學 特別有很多人想透過StreamA 來讀書移民 究竟卡加里有什麼大學 或者是什麼科目呢 今天我們只是專注於 以University去看 第一間就是卡加里大學 即UofC 是在卡加里西北區 鄰近也有StreamJump 在1944年創辦 是卡加里最大的大學 也是一所公立的研究型大學 甚至被選為全世界200間大學 最好的其中一間 其比例是23位比1位學生和老師的數目 全加拿大以第六名的 來得到研究的排名 裏面的課程可以讀學士、碩士和博士 學時學位幾乎很多都可以讀的 譬如包括會計、人類學、天文學、生物化學、土木工程、化石學、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宗教等 應有盡有 一定有一個很符合你的興趣 我自己認為 如果以StreamA來移民到卡加里大學 讀完都有機會找到工作 特別是幾好來建立Network 以及都是一個幾好的選擇 第二間就是Mount Royal大學 這間王家山大學是位於卡加里的西南面 雖然沒有醫學師那麼大 但都是一所幾好幾新的大學 因為學校沒有那麼大 其實提供的資源就會比較多 如果是國際學生應該會相對容易 跟本地人有更多的連結 他的學士學位包括譬如英文、心理學、工商管理、輔導學、電腦、護士等等 以Diploma來說他有專門的 例如航空和社會工作 王家山大學另一個最出名的就是關於音樂 如果是我為何選擇這間學校 可能就是讀書壓力沒有UofC那麼大 兼且工商課程比較貼地實用 沒有超大學校那麼大的學院 而是更多的興趣有老師和學生交流 我覺得都比較重要 第三間就是Ambrose大學 至於Ambrose大學是一所基督教的大學 是位於西南區這個地方 他校社就比其他學校小的 好處就是班中的同學可以跟老師和同學 有更多的互動和關心 不可能就是program上面的選擇比較少 不過以Stream-A來說 都是一所幾好的學校可以 落腳卡加里和移民 學士學位就包括譬如藝術、音樂和展藝 就是生物學、心理學、工商學、英文、歷史 當中也有神學學院的專門讀神學課程 這個level甚至去到master 我覺得如果是年青人 seek for比較close 例如加拿大生活和體驗 這間學校能夠給出的資源和配套 都是相對比較多 來幫助你適應移民生活 我覺得都是一個幾好的選擇 第四間就是St Mary大學 這間大學其實真的不太出名 就算我自己住了卡加里這麼久 都其實沒什麼聽過 直至是做這個topic為主 才能認識到 主要是天主教的大學 裏面的課程 包括歷史、心理學、英文、社會公義 從天主教角度來看 因為不知道太多不知道這間學 所以沒辦法給太多的comment 第五間就是seek的理工大學 seek的理工大學在加拿大 阿伯達省卡加里西北區 其實很近中央街 這個seek提供了110多個技術 貿易和商業方面的職業計劃 所以seek的學習 就比較容易在卡加里找到工作 因為它是比較貼近市場的需要 seek有很多國際學生 而且校舍都是幾大幾先進的 seek所offer都幾多學士 都幾多學科應該講 學士的學位包括會計 經濟管理 應用技術 地理訊息系統 石油業 或者是旅遊管理 而diploma 更多很多選擇 包括比如說 航空 汽車維修 控陪 以及高點的藝術 診斷醫學 超聲檢查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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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間其實是一間幾好的學院 可以找工作 來做目標的一間學校 特別是stream made 都可以以diploma來到申請 那這間學校呢 其實可以找到手藝資源 也都可以移民 是一舉兩得的 好多謝大家今天收看這個channel 如果可以都subscribe我們 給個like我們也都comment 再一次多謝你一直的鼓勵 再一次多謝你 好多謝你 好多謝你 好多謝你